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鄉親們最愛的婉玉姐姐,在各位的千呼萬喚下終於回來了 這一次她帶著大家的期待,回到新北市競爭最激烈的板橋區 要讓鄉親看到婉玉的改變,也要讓大家知道 從哪裡跌倒就從哪裡爬起來,這就是婉玉的精神 好,我知道了,謝謝,我先採訪,拜拜 其實我剛開始回來的時候,我是戰戰兢兢啦 因為我覺得四年不在,不知道大家還會接受 或者是說還需不需要我 但是因為之前疫情的期間,我收到上百通電話 不論各式各樣的問題,從要口罩到快篩到防疫旅館到口水快篩 他們堅持說,你幫我們處理啦 那我當時就是會講說,你可以找現在現任的酒位會比較方便 他們說,找陰謀,找你比較實在 就是這句,比較實在,我就覺得說,一通又一通的接 我不在線上,我還是在做服務嘛 我覺得說,那我還是回來好了 那而且,我覺得,以時間來講 因為我是十二年前當選西美食第一屆 那我一直覺得日久見人行 那我之前的積極跟我做的建設 一樣一樣都實現之後 我不在這四年,反而讓民眾感受說 欸,怎麼以前找那些處理事情 這樣,現在怎麼都說文來文往 同樣的事情,我可能一個星期處理好的 可能別人一個月 可能別人要一個月兩個月,我可能三天 所以越是這個樣子的比較下 我覺得就是,越讓大家有感受說 我們要堅定支持一個,找得到人 然後真正,就在做服務 實在地會幫助我們的人 大家對婉玉的印象 除了熱心為神明們服務 最引發話題的就是她的感情世界 而她自己覺得呢? 最重要的,登登! 讓全世界誤解你更不能迷失自己 勇敢女人也可以很可愛 可愛女人也可以很勇敢 為什麼我要帶著呢? 因為常常說,欸,你是不是出書啊 那個送一本來 我知道你知名度也不輸他們 但是為什麼你的銷量會贏過他們? 你有沒有自己想過什麼原因? 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第一 就是之前我的八卦新聞很多嘛 所以很多人可能想要知道真相 然後,或許你正在這個痛苦裡面 你看到我,然後一個哇 居然爭議這麼大的人 然後他發生的這些事情 居然現在也是活得好好的 然後還好像有一個自己的天空 所以我覺得可以給他們一個力量 那可能他們看一看就覺得說 欸,這是一本能量的書 所以會想要帶回去好好看一下這樣 那這六段感情 你覺得哪一段 你覺得錯過誰最可惜 希望如果再來一次 你就絕對不會放鬆 我覺得好像都很可惜也都不可惜 六段感情 因為有一段感情傷你最重 就是因為以前吵架的話 就是很激烈 就是比如說像在大安森林公園 我記得有一次 是為什麼 是因為就是行經 就是可能要去哪裡 然後路邊我就是經過一個便利商店 我下去買東西 那我電話放在車上 然後呢,我上車之後發現就是 欸,剛剛這個很某個人有來電 他看到就不爽 然後不爽之後就跟我吵吵吵 沿路開開吵 吵了他就停路邊 然後就把我拉下車 然後就在大安森林公園裡面談判這樣子 那談到可能一言不合就開始會拉扯 然後於是呢 我就掉了一個 就是我非常珍愛的手錶 這樣 那不敢報警 為什麼 因為 那如果他去掉監視器 兩個這樣子的人在那邊拉扯 你覺得是不是頭板頭 對 所以我就 心裡面百般掙扎 然後可是 怎麼去找也都找不到了 對 那一支手錶是 大家如果 看我以前 就是手上會帶一支膠 膠帶一個一個的 然後我都會反著帶 就是一支PP的手錶 嗯 現在帶一百萬 現在帶一百萬 所以回去找的時候 沒有找到 找不到 真的是人才養師欸 對,沒錯 不只一個 還不只一個 對 有的時候是耳環 怎麼鑽死耳環啊 也是在那一場時候丟掉的嗎 不是 當然是在多場中 就是陸續的掉 所以 你跟他吵架的頻率 也蠻高的喔 四年嘛 四年嘛 就是比如說像 我就說過就是 我受生病開刀的時候 因為我在台北 它是雲林 那他有的時候來 顧我 那雲林有會看有事 他回去 回去再來 這樣 多次來回 那我那時候住院 十多天 那每一天 他可能就睡在那個 小小的沙發上面 腳都露出來 然後睡到比我還熟 就是我 因為我受傷嘛 有開刀 那就是我無法行動 很沒辦法 所以才有人照顧 可是呢 我叫他都叫不行 我快就自己滾下去 慢慢爬 爬到廁所去上廁所 就他很累 可是他還是會這樣子 就是他陪在我旁邊 所以就是後來 不論說發生多麼糟的事情 我都會念著他這一份情 就是說 我相信當時你是真的 這樣用這樣的心態 當時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就是 某兩首歌我在KTV裡面 是完全唱不完 每次唱到那樣 就是那個情景就會爆哭這樣子 我懷念的 孫燕姿 孫燕姿 好悲的歌 因為我其實那時候是憂鬱症 把時間填滿 去插花 去畫畫 去洗茶 然後去學所有的我想學的東西 然後去上課 然後甚至去法谷山禪修 就是我一輩子都沒有想過我會去的事情 可是我就藉由這些事情去盡心 然後讓自己跟自己對話 然後讓自己勇敢站起來這樣子 那我其實就是 想要就是哪裡跌到哪裡爬起來 我沒有想要一輩子從事 就是民意代表這個工作 但是我覺得我一定要把我該做的事情做完 這個才是叫你一碗玉